嗯 羌羌三人行 徐老师你这就不对了 在凤凰干活 别提钱嘛 哈哈哈哈 咱们都是义务来羌羌的是吧 对啊 凤凰人帮助凤凰节目是应该的 我可不是 对这个就说明啊 我们觉得我们的 事业是正义的 是是提升精神文明 不是是我们来加入 纯粹为了热情 passion 没有想那么功利的事情 对那还是为了什么钱呢 什么收视率啊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对 这么些年来节目越做越好 收视率越来越低 哈哈哈哈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 是事关这个中国这个 这个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 对吧 广电总局 贯彻什么全会精神 他们的最近的管理啊 被称为限于令 但是呢 广电总局的领导 人家说这个误读 就是他是 哎呃这个 这个人们都好简化 是吧 一简化呀 就把很多 很复杂 很周延的东西 给说的很一头了 对吧 他们讲啊 有很多这个规定 但是呢 我是看见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研究员 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 也谈到这个问题 说娱乐是必须的 但是娱乐节目 不能夜总绘画 娱乐节目应该有所节制 过度纵欲 只会导致早衰 我觉得大家研究很深 是吧 哎呃 徐老师挺有感触 对这个电视娱乐节目 对对 天天看是吗 对天天看 天天看 我最近还 我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本书 然后就给自己放几天假 所以有一个周末呢 狂看 就是整 全部看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 你为什么喜欢看呢 挺好看的 有各种 那当然了 你要讲高一点呢 你也可以说这个 你要了解中国社会现象嘛 那你你通过电视也是 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嘛 他们说中国的社会 一上电视都光明 一上电脑都黑暗 所以我平常都是看电脑的嘛 所以我利用周末 我就上上电视嘛 娱乐致死一下 而且这个呢 反对的就是娱乐致死 人家广电总局好像就在 发言人就在说这个吧 就是说健康的娱乐是提倡的 最后照理说 这个娱乐应该是有 就像说 到底是不是过于偏激的娱乐 这应该是由观众来决定 但是呢 就是毕竟现在观众好像还没有 有点被喂食 被喂养 而不是他去选择那个娱乐节目 在台湾过去 我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的娱乐节目 就是大搞整人 就是怎么整啊 可能吓你啊 红不让 怎么红不让那个时代 对 然后他就是用各式各样吓女明星啊 就放恶心的东西啊 什么恐怖箱然后那女明星吓得花容失色 或者是说呢这个女明星 这个来录影之前就被大枕 他就大哭啊 哦观众好像有一阵子这个收视率超级高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知道这个今天谁会被吓成什么样子 然后他们的玩法越来越偏激 到最后叫你去做那个Bungie Jumping 就是怎么高空 我们叫高空弹跳 你们叫Bungie 是吧 Bungie 对就是叫你去做 然后呢就把那个女明星真的不敢的人 发通告跟他讲说只是玩一般棚内游戏 最后把他带到了一个高桥上面 就把他推下去 哇 那这个可能有 当然到最后女明星是没事 可是你想可以想象他那个尖叫声 还有他那个脸色发白的情况 哇那收视率 就是我看到那个节目 那个收视率之高 但是好显他没出事 但是到最后台湾的这个新闻啊 或者是报纸也开始批判说 有没有必要玩到这么人民关头 但是后来这样的节目是怎么被限制的 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新闻 我们的娱乐版面的记者出来 觉得自己心想要仗义一下 觉得说不对劲 这样东西是不是对的 还有发觉后面很多事情 慢慢因为点子会用完的 你今天跳了已经跳到这个Bungie 你下次是什么直升机 直播自杀 对或到直播 对就越来越没有idea以后呢 制作人玩什么玩假的 我就开始做一些假的东西 那这个假的观众会信以为真 会小朋友会学 所以学校里面开始 学校的这个 有些同学的游戏是什么 就是吓人了 吓老师 他们觉得好玩 因为我从电视上学来 所以开始已经是变成一种 社会的问题的时候 而且又作假的时候 就更有理由去踏伐这件事 因为你不可以作假 所以慢慢的 做假就有犯法的嫌疑 就有犯法的问题了 所以到最后慢慢这件事情就消失了 所以还是舆论传媒自己的制约 另外别的传论的制约 和法治的一些边界线的限制 而不是新闻局出面 因为大家太误以为收视率高是大多数人 谁一闹 不是徐老师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告诉你 中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 就是广电总局管理这个事 是100%的名正言顺 你知道吗 因为它就是涉及到我们体制上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是在香港 或者是在台湾 你要想类似于像市场经济那样管也好 好 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很多事都像中国这么多年改革开放 国企要转制 这个电视台改成私营化 那好 那适合像你说的一样 我们政府不要干预 我们就像香港的什么广播委员会一样 我们就是一个管理仲裁者 群众可以投诉 我们就去管理制定法规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制没有改 没有改 那么咱们要较真的话 为什么我说 不管你们对我 为什么我说广电总局要管 是名正言顺 为什么 因为在法理上讲 你现在这么多上星频道 你都是中国的政府部门 你是党和政府的台 那么当然了 你党和政府的台 我怎么就不能管理你 所以你知道吗 他绝对是名正言顺的 而且他这个很多问题 我就觉得是什么 咱们是一半 按说政府要养你这个台 就不要拍广告 你知道吗 你像他们讲 他们查了一个资料 过去日本 对吧 日本的这个叫这个广播协会 说也不播广告 但是政府给的钱也非常少 那么日本人就说 我们靠的是什么 收视费 就是每家每户 你装那个频道就付钱 就像有限一样 装着收视费 说你不是傻吗 你这是浪费资源 明明可以赚那么多钱 广告 日本人就较真 说我如果要广告 那么影响我新闻的公正 如果是大广告商 如果这个新闻正是我这 节目特约商呢 我报不报呢 你看他考虑 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 中国这个为什么 包括很多老干部 对这个有意见呢 他有一个理据 你也没有办法反对 你没有改制 你没改制 你都是什么什么 广东省电视台 湖南省电视台 你是党和政府的电视台 你这个所属关系 并没有改变 你说的很对 这个就现在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 在行政上 在领导上 他是属于党和国家的台 因此他是宣传工具 是党的喉舌 但是实际上 他的节目火不火 他主要是靠广告 对啊 还是靠厂家 还是靠什么手机啊 肥皂粉啊 那些东西 要不然他才不计较 什么节目火不火呢 他才不捧那么多明星的 现在的问题是 一个节目 他实际上 政府没有给那么多钱 成功不成功 还是靠厂家在 因此呢 广告商 他是很简单 我这个广告拿进去 我要多人看 我才值得投这个广告啊 那我不管你这个节目 是怎么样 我要多 看找谁的收视率高啊 所以这个就是 等于是 就是政治的东西没有变 经济的东西 走在那条路上 我们整个国家 很多事情都这样 双轨了嘛 就这个双轨至以后 产生了矛盾 但是一样就是 回归在跟台湾一样 收视率到底 是不是大部分人 喜欢的东西呢 收视率高难道 就代表大部分人的声音吗 在台湾我们也会为了 我们甚至新闻都有收视率 竹佑婷你播这节新闻 六点钟 是什么收视率 但是你知道我们 在盖洛普在全台湾 顶多只有两三千 五千户最多吧 一万五千户好不好 台湾两千三百户 已经够少了 才一万五千户的收视本 那这中间 我们再去算它的 rating 就是算它收视率是最高 那代表什么 几千人看的东西 然后我为了 这几千人喜欢的东西 而去决定了 两千三百万人喜欢的东西 这是 这会让我们会误以为 他们喜欢是大多数人喜欢的 那这是收视率公司去控制的 虽然他们的样本尽量公平 但我觉得是他们 他们选择下的东西 还有他讲的这个娱乐 娱乐致死啊 有些是文化工业带来的 它也不单是中国特定国情 比方说他刚才讲的 他说这个吓人到后来作假 大陆现在最极端的 大家最反对的也是这个 因为大陆有很多情感节目 讲家庭父母 儿子怎么分家抢房子吵架 这个老妈在台上搞得眼泪滴滴的 这种节目啊 其实一度是非常得人心的 上海就一个叫什么新老娘舅 很多人喜欢看 就是真的事情 就是家里的媳妇儿子 几个儿子之间 为了怎么养母亲 几个月这样分 千家万户的心 可是有些台就出招了 他搞的那些眼泪流流的 是找演员来演的 我们讲相亲节目的演不去讲他 他连这种就是伦理啊 就是这种妈妈啊 你怎么对待啊 这东西非常非常煽情的 你看的人呢 这是很揪人心肺的 最后知道他是职业演员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有点跨越底线 就是跨越底线 是 台湾也有一阵子是这样 就是说 但他不是说千人热泪 台湾是那种婆媳吵架 或者是什么夫妻之间纠纷 就让你在台上骂对骂 就开始把家务事都骂给大家看 大家觉得哇 好写实啊 就是平常我家可能好吵架就这样 所以这收视率也很高 到处也发觉是演员 那这节目还在不在 在台湾还在哦 但他就告诉你说 我就是找人演 你喜不喜欢看 你来看 还有一种情况 即便不是演员 但是被导演 对 被引导 你比如说我咱们 你记得当年有个叫什么什么 露露子 裸体征婚的那个 也是把他爸爸请来 坐在那 可是我觉得他爸爸 干露露是吧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他爸爸那个表现 让我觉得有点突兀 你知道吗 就一开始还好好说话呢 说我们家是什么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引导 是他是得到指导的 我就不知道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婷你说为什么 我是不是有点重阳媚外的 这个也不叫重阳 我这不叫外 台湾也不是外 他这个心里 大陆的娱乐节目 我从来都不看 但我唯一偶尔看看 我看看台湾的娱乐节目 是吗 你喜欢台湾的娱乐节目 你觉得他们创意 我觉得吴宗宪的小S 他们确实能把我逗乐 但是你知道我看 我自己回来看 内地的娱乐节目 我觉得当然 内地的娱乐节目 亮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观众 我觉得内地的每一个人 都好能说 好能说 就是主持人只要说 你最近怎么样 这么无聊的问题 他就讲的 已经是整个节目中 最多的最棒的部分了 就是每一个人都好能说 都好有自己的故事 中华大地充满戏剧性 表达的范围特别好 可是你反观台湾的节目 不是 台湾的亮年永远是谁 小S啊 为什么 因为主持人要特别能说 然后他要引导这些来宾 甚至我们以前叫做通告艺人 很多故意找这些 他们号称就是 比较没有反应的女生 或者是比较素人 就是一般民众 没上过电视 不知道你们怎么操作 不知道有几机的那种 故意叫你说 你现在看三号机 没有再看二号 他那种无助的感觉 那种笨的傻的感觉 变成我们的点 所以是相反的 但是小S主持人 我们被要求是一定要 还有背后的那个团队 还有你看看全民最大党这种 他们背后团队 要提供最多的内容 idea是在制作人的脑子里 不是在观众 但是我回归看 我觉得 哇如果在内地主持节目 挺好的 这观众每个都好 主持人省事是吧 真的 包括你这个 坐在外围的 就是像我们一虎一席谈 每一个人都能讲 我觉得 而且每个人 主持人主要的功夫 是如何打断他 要不然他讲完成绩 对对对 最重要的功夫 所以你现在会看到 有一些国外的形式 进到了中国 本来说模仿嘛 你总是差一点的 可是我现在发现 有几个节目 到了中国以后 它反而更有生命力 或者它有别样的生命力 有 我们现在都知道 内地比较红的几个节目 其实都是进口的 你说抄女啊快男啊 这个是从美国偶像 那个达人秀 是从那个 也是也是美国的那个 那个节目 那个叫什么 美国人有天才 那个学来的 武林大会 Dancing with Star 完全 现在深圳会是有个叫 年代秀 也是从荷兰还是比利时的一个节目 他们也就叫年代秀 完全是买版权进来的 可是你知道那个 有意思 人家的年代秀 50年代到00年代 90年代 变来变去就是服装 发型 眼镜 还有打扮的样子 我们可不一样 我们从50年代到70年代 80年代 我们每一代都是政治变化 你明白吗 你虽然唱什么歌 穿什么衣服 背后真是一个大时代的变迁 现在有很多大的话题是不能说 或者是不希望你们说 那你就讲讲唐自卑 讲讲军贸 讲讲这个当初的结婚的人 是怎么样的形式 所以我觉得有些节目 看上去是娱乐 其实它还是在弥补我们 很正经的节目 而没做到的东西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要不说我要支持党和政府 我就觉得呢 就刚才讲 确实也有一个问题 你闹不清中国人 怎么就搞成这么一个样子 说30多个上星频道 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 都是相亲 有一半 都是一个类型的情况 而且说实在的 中国的这个事 原版往往是好的 第一个是好的 对吗 你像《非诚勿扰》 那从制作从各方面 是不错的 对吧 但是呢 学到后来啊 越学越烂 越学越烂 然后呢 就是叫什么劣币驱逐良币 混同一气 全来 全来 那么 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 这个我认为 按说观众是自由选择 你不喜欢看 您可以不看 可是我说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绑架 视听空间 你如果你每个人 就所有的人都做一路 大家全学啊 你做加强三生前 我们全来 好 那么 那么这个实际上观众 又没选择啊 按到哪儿都是这个 他也是一种没有选择啊 是 对吗 那个节目的我的感受 说人家有人研究过吗 说中国人的这个 不是不求形式 求神式吗 以前我们研究说西方的系 服装道具要逼真 中国是一根鞭子就当一匹马 四面骑子就是百万大军 假作真实争议假 这本领真大 那个《非诚勿扰》啊 他们统计过 说做了那么多年 配了那么多队啊 结婚的只有一队 他的成功率啊 跟工厂的产品的报废率是差不多的 这也挺现实的 可是呢 这一点都不妨害大家 这么认真 这么投入的 继续看一对一对假的 对 我们就是好看戏嘛 我们就是 全国上下一台戏 而且我仔细看了 我真看不通 他们是做戏还是真的 很多是真的 丢了流眼泪啊 就台上 这个怎么就能 真到这么个低 比我们的演员水平还高啊 这我就像下面的人也狂欢 出去明明知道是假的 有很多人都是 事先本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我也不知道内幕了 但总之这个成功率 这么低的一个一个 但是大家还很认真的练 我真是佩服 我觉得这是制作方跟观众 共同合作的一个 这个 所以你要说中国人 是很 就太认真了 娱乐 娱乐就是 就是调剂心 就是不要 不要认真 大家怎么认真了呢 小S在台湾再怎么样 我们看到不会把他今天这句话 当做他 Equal他 本身真的要告诉你什么 曾经我相信 所以做假做的好 是一个艺术 但到最后观众会觉得 这就是今天节目上这样子 关掉电视 明天是一回事啊 就是大家认真了 所以他形成一种风气了 那我当然相信 表示说这已经是一种大风气 因为内地太多把社会的一些 我们心里面的声音放在娱乐话上讲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知道的 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不是娱乐 我们讲了一些事 我们可能在新闻里面讲不到 或者是我私底下讲不出来的东西 我把它变成形象化在全国观众面前 所以大家把它看成一种社会节目 那种社会的现象探讨 大家看《非诚勿扰》 不是看旁边的人 他是看我自己 你知道就是我看台湾的这个节目 当然他们也说什么庸俗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也感觉到他的动机 真的是一种纯粹的娱乐 他没有别的心思 就是让你笑 就是笑 就是把你兜了 中国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内容 这就是我觉得有不同的地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 你这个讲得很好 你说说台湾的娱乐节目 就是纯粹这个娱乐 大陆的娱乐里面好像总有些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讽刺跟幽默的区别 幽默就是一个纯智力的 它不带目的的 讽刺就一定是带感情的 其实背后都是有批判 就有社会内容的 中国没办法 像孟非 我很欣赏他的主持 他就是能把一个看上去很无厘头的娱乐 能够回归到一些社会的点上 我觉得这是中国主持人 但有时候的他们不纯粹 有时候又是不好 比方说那个达人秀 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讲 达人秀做得很成功 但他最后他出现了一个 大家都公认真的是达人非常好 就有一个男的 我叫不出他名字 他玩那个玻璃球 然后他做几个很好 就是他比周围几个人要明显好处很多 可是他在万人体 八万人体育馆的一场比赛 莫名其妙就被周立波 就烧下去了 就莫名其妙就是用评委的力量 根本不是用观众下去 后来我一问他们的制作人员 原因很简单 这个人是美籍华人 啊 美籍华人 那他们虽然美籍华人 当然可以算是中国达人秀的定义 但是最后的第一名 如果是一个美籍华人 你要考虑影响啊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些地方 又不是纯粹的娱乐节目 你明白吗 心里都有那根弦 还是有那个尺寸在那里 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不好不舒服 可是呢 在另一方面呢 又很没有尺寸 我就跟你说 真好的东西就一个 你知道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帮哄 为什么我觉得 就是说广电总局 或者说有关人士 看着也实在不堪呢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是实际我不爱看 是我跟你说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就一个 那么你往往看到的东西 都是一些个烂东西 说实在话 也不是说雅俗制作不高级 我说的高级啊 不是说我东西 和杨春白雪 我认为好莱坞大片就很高级 就是说一个节目出来 对吧 不管是灯光 还是各个工种 还是你这个聊天 其中的这个智力吧 这种东西都让人觉得 精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